然后呢咱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啊咱们就来看一下啊 我的一个决策数啊是怎么样构造出来的 那现在啊好比说啊有这样一个数据 就是这个数据啊写的比较小啊 就是咱们一共啊是有14天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14天数据啊就包括了我最终要不要去打这个球 所以说呢最后啊有一个play啊表示这 我最终啊有没有打这个球 然后呢我现在啊要做一件事就是看一下我特征吧 我特征当中啊有四个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第一个特征啊表示今天天气啊看起来怎么样啊 有几个可选项 第二个特征呢表示啊今天的一个温度 第三个呢表示啊今天一个湿度 第四个啊表示今天是有没有风的 那所以说啊现在啊我拿到手的是有四个特征 对于这四个特征来说啊我建立一个决策数了 那在我构造决策数的过程当中啊 我就得想这样一个问题了 一二三四你说你拿谁来当成是一个根结点呢 表面看来啊拿谁好像都可以 但实际上我们该怎么办啊 实际上我们就得自己的去算一算了 也就是说呢现在你不是有特征吗 现在咱们有四种特征 然后呢我想哎呀就是说你说拿其中一个当根结点怎么算啊 如果说拿天气当成一个根结点 是不是说我可以基于天气先进化分 然后呢假如说拿温度当次根结点是不是第二个拿温度进化分啊 这里要标一二三四啊只是说我现在进一个猜测 我现在啊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拿谁当根结点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呢我需要一个指标吧 需要实际的去算一下到底拿哪个值当成是一个根结点 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结果呢 这个就是我现在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进行一个筛选 看一下谁得出来结果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既然谁比较合适 我就把谁拿出来不就完事了吗 咱们首先啊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咱们还没有建立决策数的工程当中啊 是不是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历史数据啊 在我的历史数据当中啊 然后我进行统计了 这个就不会拿回头的大家看了 咱们在历史数据当中啊 一共就是在咱标签项 标签就是打打球嘛 一共啊咱们是有九天去打球的 有五天是不去打球的 也就是说啊现在啊咱们的一个概率已经出来了 14天历史数据当中 如果说咱们先不管任何特征 这回啊咱们是十四分之九的概率是打球 十四分之五的概率是不打球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啊要来预测一下 当前我这个系统它的一个商值 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去做任何事的情况下 咱们这个商值它是等于多少的 怎么去算呢 咱们有这样一个公式吧 就是负的咱们的一个P 再乘上一个logP 然后呢再求它的一个累加核 不就完事了吗 这是一个P 我怎么写成B了 这是一个P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啊 就按照我的一个概率去做 首先呢负的十四分之九 再乘上一个log十四分之九 再减去十四分之五 乘上一个log十四分之五 最后呢我现在能算出来一个 当前的一个商值是等于多少的 比如说我现在算出来了 我当前的商值呢 这个就给大家去算了 这个算起来比较简单啊 咱们算了一下当前的一个商值啊 它是等于零点九四零的 然后呢咱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现在啊当我去指定了一个商值 它是一个零点九四零之后 然后呢我不是有四个特征吗 在我的四个特征当中啊 我就要来选一下了 我要看一下就是到底啊是拿谁进行一个划分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呢现在我要考虑你要这个考虑相当于什么 这个考虑啊就相当于是进行一个便利 我可以说是写了一个复旋环 在复旋环当中啊我就分别去算一下 基于天气的怎么样 基于温度的啊 基于湿度的啊 基于没有封的啊 我都要给他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啊这个log里边 log里边可以说 其实你可以想就是log里边 它一个底数是多少 只会影响咱们的一个值 假设说你都要指定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值 咱们的一个增益还是一个相对的吧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数啊 指定成一个 指定成具体是2 还是那个1 2.7那个东西啊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啊 就是但是在这里就是我在这里写一个是一个2的 然后那个sk认识当中啊 我记得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实现的 然后呢咱们对 然后啊我们对于我的一个色特征 我要进行一个便利了 在我的一个逐个的便利当中啊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色特征 那咱们先从第一开始吧 就先从我的这个outlook开始 在我的一个outlook里边啊 咱们就来看 当我的outlook等于三类的时候 等于overcast的时候 等于任内的时候 它的商值分别是等于多少 因为啊咱们来看 在我的一个outlook当中啊 是不是说现在呢 咱们来看 这里边有三个分之吧 分别是三类 overcast还有任内 等于三类的时候啊 咱们来看 yes的有两个 node有三个 那怎么算啊 它应该是一个五分之二 乘上一个log五分之二 再减去五分之三 再乘上一个log五分之三吧 这个啊就不给大家一个去写了 然后咱们可以得到一个商值 它的商值啊 是一个0.971的 然后呢 这个outlook啊 等于overcast的时候 等于overcast的时候 咱们来看 为什么说啊 它的一个商值是等于0了 因为现在啊 这里边都是四个yes吧 四个yes相当于什么 特别纯的一个集合啊 对于特别纯的一个集合来说 咱们来看 里边是取yes的概率是1啊 那log1的有什么 log1啊 它必然是等于0的 所以说 这里边呢 它的一个商值啊 它就是等于0的 然后呢 outlook等于runner的时候呢 runner说也是一样的 yes有五分之三 这个no呢 有五分之二 所以说啊 还是五分之三 和五分之二的一个求商值 最终结果呢 它就等于0.971 那现在啊 咱们就是基于我的outlook算了一下 当我outlook里边 因为它有三个分支嘛 等于各自分支的时候 它的一个商值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 有这个值之后啊 咱们再来看 当我计算出来之后啊 三个商值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咱们再来看 这里啊 outlook不是能取三个吗 分别是三类 overcast Renner 然后呢 它各自的概率 我也能看出来吧 在原始的数据当中啊 其实我可以统计 一共是14天嘛 然后三类啊 它是有五天 overcast 它是四天 这个呢 Renner 它也是五天 所以说 现在呢 对于这个三类啊 overcast 还有Renner的概率 我是分别都能给它求出来了 那最终啊 我的一个 就是最终啊 如果说当outlook 当做一个根接点之后啊 我的一个商值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算了 用我的十四分之五 乘上一个0.971 0.971是什么 对应三类的一个商值 overcast的商值 Renner的一个商值 也就是说 十四分之五乘上0.971 加上十四分之四乘顶 为什么乘顶 因为里面是非常纯的 再加上十四分之五 乘上一个0.971 这样啊 咱们就得到了 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得到我当前一个结果之后啊 算了一下 现在呢 我新的一个商值啊 是一个0.693 那下693意味着什么啊 咱们可以算一个差异 就是原始啊 咱们记不记着 一开始情况下 我算了一下 系统的商值 它是等于0.940的 然后呢 我算了一下 当我呢outlook 当根接点的时候 我的商值变成了0.693 那所以说啊 现在我就可以算的是一个增益了 也就是说啊 有我的一个0.940到我0.693 我增益了多少呢 咱们可以算一下 就是用这样一个0.940-0.613吧 这样呢我们算出来了 当前我的一个增益啊 是等于0.247的 那既然啊 现在我已经算出来增益 是等于0.247的 这是对应于啊 就是outlook这个节点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想上一个问题 哎呀 其实现在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额外的三个节点吧 还有nate啊 还有咱们的一个window啊 有没有风这些节点 那对于啊 其他的这三个节点来说 我同样可以算他的一个增益吧 temperature有temperature增益 havenate有havenate增益 window都有各自的一个增益 我们可以啊 基于刚才的算法 分别把我这三个增益都算出来 一旦啊 你都算出来之后 现在有什么 相当于咱们现在已经是把 四个星期增益都算出来了吧 一共有四个特征 各自的星期增益都算出来之后 那接下来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对比了 哪个特征使得我星期增益较大 我就用哪个特征 不就完事了吗 那现在我也看了一下 就是我的哪个信息增益大 outlook的信息增益大吧 所以说 现在呢 既然有一个特征 他的信息增益最大 那这个时候啊 我就说 我现在已经是通过进行了一次便利 便利完之后 找出来了我的大当家 大当家什么 大当家就是我的outlook 也就是说啊 现在啊 给大家演示了一遍 咱们当前啊 这个跟节点是怎么样 给他找出来的当 然后呢 找出来我的根据点之后啊 咱们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接下来要找我的二当家吧 二当家怎么去做 这个就一样了 就是剩余三个节点嘛 剩余三个节点啊 咱们还是按照同样的方式 再进行一步操作 这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啊 首先选择最大的 其次找那个第二的啊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策略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决策数啊 是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的 奇 巧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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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